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唯唯道来 赵秀认真地听着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方少卿任职太常寺少卿之位 而太常寺管的是宗庙祭祀 礼乐一部 少卿身为正卿的副手 主要就是在一些朝廷 皇家的大行礼仪活动上 参赞辅索 可以说是相当清闲的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因为先后有侧后大典 先帝驾崩 新军登基 新军改元等种种大事 所以太常寺的工作比较忙 而去年因嬴王叛乱 与先帝驾崩 太常寺下属的太医院 有不少太医被问罪 太常寺的官员 也有人受了连累 隔职的隔职 贬斥的贬斥 人手就有些不足了 人手不足 事情又多 自然难免发生疏漏 就有人发现 先帝元后灵前的供奉 三天没有更换过 刚好皇帝因为想起了 先帝与先帝元后 过去祭拜父亲与嫡母 结果就发现了气味 已不新鲜的贡品 皇帝当时大概也正处于 心烦意乱的时候 因此当场勃然大怒 认为是负责贡品的官员失职 层层追究下来 悲责任的就成了主要负责 宗庙事务的方绍卿 他本人真觉得冤死了 因为他前两天才去检查过 当时贡品是新鲜的 哪里想到底下人会忘了更换呢 本来先帝元后在位时 就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人物 谁也没有认真看待 他死后的灵前贡品问题 他无儿无女 除了逢年过节 也没什么人会去祭拜他 反正是给死人的东西 三日换一次贡品 还是每日都换 又有谁知道呢 其中或许还有些猫腻 有人打着天天换贡品的名义 中宝私囊 但只要瞒得紧 谁也不会发现 方绍卿自然不会贪这点小钱 那是底层小官小弟们做的 如今他却要为他们背黑锅了 觉得自己很冤枉的方绍卿 被勒令回家戴罪反省之后 就让儿子和兄弟们四处的替他 托人间打听 想要找人到狱前说情 也不是让皇帝当作这件事没有发生 而是希望提醒一下皇帝 真正需要负责任的 应该是职守的小丽才对 他这个太长寺少卿 虽然有疏忽的嫌疑 但真的不至于丢官啊 方家平日的人缘还是可以的 起初也有人为他说好话 比如拔个缝就行了 或是身吃一顿 又或是本年度的考核 算作差等 但革职罢官就太严重了 最多就是降一级 原职留用 让他戴罪立功就好了 可是皇帝对着说情的人 只是冷笑着喝了一声 就没有了下文 新登基一年的皇帝 从来就不是个秉持 重点治国的思想的人 他遇下也是相当柔和的 只要不是犯了大错 他一般不会轻易地取人性命 就像是嬴王犯下了谋逆大罪 他的正妻与世子 因为不受重视 没有参与其中 至今还留着性命 虽然王爵是被革了 但生活待遇并不差 只不过是处于软禁之中而已 又比如朱立平所出的前六皇子 如今的山音侯 也是个有谋逆罪行的人 还被先帝过记到了宗室里 彻底被剥夺了皇子身份 但他也同样是被软禁在府中 不得外出 不得会客 却依旧锦衣玉食 皇帝还为他挑选 名门千金为期 从这种种事迹可以看出 方绍青犯的那点小错 根本不会引来皇帝 如此震怒的反应 除非 他真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 皇帝不肯轻轻地放过他了 先后有三拨不同的求情人 都得到了皇帝的冷淡回应 其中有一次还是在皇帝心情非常好的时候 有深受皇帝宠信的晋臣提出来的 结果皇帝仍旧是一样的态度 那名晋臣还被分派了个不太好的差事 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 都不能出现在御前了 皇帝的态度 吓退了所有受到方家请托的人 他们开始觉得 方绍青这次一定是在劫难逃了 方绍青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族人还要在这时候给他添乱 再这样下去 不等皇帝处罚他的旨意下来 他在家族里的地位就先不保了 方仁珠向赵秀请求帮助 不是想让他帮忙去御前求情 而是托他打探自己的父亲 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皇帝到底是不满他什么 建南侯府圣倦龙后 老夫人张氏也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赵伟赵秀兄妹也与皇帝的包兄广平王相熟 与方家相比 他们有更多的门路可以探听到宫中的传闻 哪怕只是一两句不经意的话 都有可能让方家明白过来 方绍青就算真的要倒霉了 好歹也能做个明白鬼 赵秀听完后 沉默了许久 然后才问方仁珠 金上是个宽厚的人 一点小事是不会引得他大怒的 会不会是他对先帝元后有很深的辱目之情 所以见到有人怠慢他就生气了 方仁珠茫然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 执手的小丽听说被打了十大板 罚了一年的缝 也就无事了 可对家父的处置却迟迟未下 家父与家母猜想 定是有什么地方惹恼了皇上 皇上是在窃妻为难 赵秀不由得想起了从前听过的传闻 皇家根本就不想跟方家女扯上什么关系 可方家先是筹谋送长女方慧珠 入东宫为侧妃 广平王出世退位 方家就打消了念头 等新皇登基 他们又想送方慧珠入宫为妃 皇帝推说 父母死要守三年孝 不肯拿妃 方家又想促成方仁珠与皇长子的婚事 到处在京中造势 现前为了警告方家 皇帝还将方三姑娘 许给了山婴侯 只不过方三姑娘命薄早死 婚事不了了之罢了 宫中自腊月起 就不再传召方仁珠 也让外界的人认为 她皇长子妃的青云梦碎 方家是不是还不甘心 还想要促成此事呢 这种举动落在皇家眼里 肯定会觉得非常的各应吧 好不容易等到现在上家与方家生戏 上太傅也不会为方少卿说情了 赶紧把这张狗皮膏要摆脱掉 也不无可能 但是这种话 却不好对方仁珠名言 她毕竟是个小姑娘 脸皮还挺薄的 自尊心也比较高 赵秀心里有些纠结 方仁珠察觉有意 少姐姐 你可是想到了什么 请你告诉我吧 赵秀欲言又止 这时候 碧汉在门外叫 姑娘 前头有客来了 小侯爷不在家 老夫人让你去见一见呢 赵秀皱起眉头 把碧汉叫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你们没告诉祖母 我这里有客 碧汉小声跟她说 是柿子来了 高真 赵秀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但她马上又想起方仁珠还在 便停下了刚刚迈出的脚步 方仁珠忙说 若是你有客人 只管去见 不必担心我 她苦笑了一下 出来这么久 我也该回去了 她本就没抱多大的希望 现在回家也没什么 赵秀很想去见高真 但看到方仁珠 这副愁苦的模样 她又于心不忍 犹豫了一下 她按住了方仁珠 我先得了几本好书 你兴许会有兴趣 你且在这里等上一等 我去去就来 你省得我回头 还要上你家里报信 这话是什么意思 方仁珠惊诧地看向赵秀 赵秀来到证院里的时候 张氏与高真说着话 高真这趟来 是送广平王的文稿来的 先前赵家祖孙 想在明知书馆中树一块碑 上面写明书馆 是为了纪念王父赵卓 与王母米氏而立 赵卓与米氏生前有什么攻击 又是因何而死的 全都要说清楚 自然也免不了提到当年广平王 对赵氏祖孙的救命之恩 这是个漏脸的任务 还可以为广平王 挣点好名声 也算是赵家祖孙 对这位救命恩人的回报了 广平王非常看重这件事 一篇悲文 反复琢磨推敲 直到今天才完成了 便让儿子亲自地送了过来 赵秀进屋 向高真行了个礼 脸上带着高兴的笑容 高真看着心里一热 也起身笑着回了一礼 妹妹安好 她的视线停留在赵秀的脸上 赵秀见了 脸微微一红 只觉得耳根有些发热 忙低头走到了祖母的身边 张氏的注意力还在文稿上 没有留意到孙女跟客人之间的眼神交流 她满心欢喜地招呼孙女过去看那篇文稿 王爷好文笔 从前我虽知道王爷有大才 却没想到他的文章做得这样好 这样的文章能刻成石碑 落在书馆里 所有入馆的学子见了 都会佩服王爷的才学的 赵秀有些吃惊 连忙接过文稿细看 她读了这么多年的诗书 古文水平已经比穿越前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粗略地一读 就知道祖母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广平王这篇文章确实做得很好 死早优美朗朗上口 但通篇用点并不见晦涩难懂 反而很容易就能让人看明白 文章并不长 却把当年的旧事说得明明白白 女妻看着非常的客观公允 实际上却是不带脏字的 把凶手扁到了泥里 骂得非常狠 只要是看过文章的人 都会不由自主地被笔者的观点带着走 对杀害赵卓夫妻的凶手 深恶痛绝 为他们的死而惋惜不已 赵秀不由得对高真叹道 王爷真的很厉害 我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呀 张氏取笑他 你这丫头 休要想的没可能的事了 我倒是盼着你哥哥能向王爷多请教 什么时候他写的文章能有王爷的三分火候 我就不用担心他的科考了 赵秀嘴咧了一下 心里有些许的不服气 前几年他的文章也不见得比哥哥赵伟的差 只不管现在赵伟成绩上来了 他的精力又花了很多在家务所事上 所以不再研究八股文的写法罢了 如果真给他一点时间好好学 他的文笔未必就比不上哥哥的 当然这话他不会说出来 对祖母张氏而言 写正经文章是男子该做的事 赵秀一个女孩能通读四书五经 写的一笔好诗词 在琴棋书画方面有特长 就是才女能做的极限了 张氏绝对不会赞成孙女在科考文章上面 跟孙子一较高低的 所以赵秀只是笑笑就说道 我明儿就叫人照着这篇文章刻石碑去 就照着这篇文稿的字迹来刻 高真摸了摸鼻子 赵妹妹 文稿是父王口述 我抄下来又重新整理过的 我知道呀 赵秀含笑 瞥了她一眼 她怎么可能会认不出她的自己 高真心中微甜 虽然当着张氏的面 她要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 但无法抑制向上翘的嘴角 还是暴露了她的内心 张氏小心将文稿接回来收好 正要跟高真说话 发现她在看孙女 似乎看得十分的认真 就不由得正了一正 高真马上就发现了 连忙移开视线 笑着问她 老夫人 我父王还让我跟您说 多谢您送来的帖子了 若不是我们父子身上有福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好意的 张氏的注意力 立刻就被转移开了 王爷言重了 不过是一顿暖居酒 有什么要紧 等王爷与世子出了福 老身祖孙再设一席薄酒 请王爷与世子来家游玩 高真陪着张氏说了一会儿家常话 张氏就不可避免地露出了倦意 之前那段时间 他因为伤心过度 夜里休息得不好 也无心进食 身体就变得虚弱了许多 现在即使已经收拾心情 恢复了正常的作息 身体一时半会儿 还是好不起来的 今日早起 他已经帮着孙女料理了一会儿家务 又过问了搬家事宜 并且亲自看着丫头们 收拾了冬天的衣裳 和一些眼下用不上的物品 庄箱运往侯府 已经很累了 方仁珠来访 他都没露面 若不是高真上门 他早回屋里歇歇去了 陪着说了这么久的话 他便有些撑不住 还好这时候 婆子们来报 赵伟快要回来了 他线下正领了几个新朋友 在西馆那边说话 估计过不了多久 就要到家了 有了他出面接待 张使就算夺懒 也不算是失礼了 他和赵秀都同时松了口气 刀针非常有眼色地说 老夫人若是累了 只管去休息吧 就让赵妹妹 领我去书房等伟哥 父王常叫我多多地体恤老夫人 别给老夫人添乱 若是他知道老夫人 为了招待我而累着了 一定会责怪我的 如此体贴恭敬的小辈 怎能不让人喜欢 张使柔声地笑道 狮子客气了 都是我老太婆的身体不中用 实在怠慢了 老夫人不必跟我客气 我们两家相识多年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说这样的话 岂不是生分了吗 两家确实是相识多年 张使也是在高真很小的时候 就认识了他 但要说是看着他长大 那未免太过夸张 张使只当是高真 客气恭敬 心中非常妥贴 也没多想 就交代了孙女儿 好生的招呼师子 将人领去书房 交给赵伟 便自行扶着丫头 先离开了 屋里只剩下赵秀与高真 还有门口处 势力的两个小丫头 门外还有婆子呢 当着别人的面 赵秀也不可能 跟高真说什么私话 便道了一声请 真把人引往书房去了 高真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赵家小宅中 侍候的丫头婆子 还好人不多 也没跟着他们走 经过抄手游郎的时候 他还能有片刻时间 与赵秀敲声说些私房话 为了让这段时间延长一点 他特地走慢了许多 赵秀怎会察觉不到 他抿嘴地忍住笑意 仿佛有心跟他作对似的 特地走得比他稍快一些 他要是走得慢了 就会跟不上他 无奈之下 他只能用与他相同的部速走路 没过多久 就到了书房 高真眼中闪过了一丝无奈之色 赵秀却客客气气地请他上座 仿佛真是在招呼一般的客人似的 不过这时候 赵伟还没回来 而门口还有一个小厮守着 预备主人使官 赵秀非常自然地 命这名小厮去倒茶来 于是书房里就剩下了他们两人 高真这时候才明白 自己方才是做了蠢事 他双肩不由地垮了下来 无言地看向赵秀 赵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 他才确定 这姑娘方才是特地耍着他玩呢 看着他笑个不停 他面上露出了无奈之色 但眼里却闪过了一丝宠溺的光 能得赵妹妹一笑 我今儿这蠢事 做得也不算太蠢 赵秀抿嘴忍住笑 斜了他一眼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该笑话你的 你别生气 高真微微地一笑 我不生气 你若笑了 我心里也欢喜 赵秀的脸一红 低下头部说话 倒茶的小厮回来了 奉上了两盏茶 便又退了下去 站在书房门口 继续听后吩咐 我先去 我先去